Hello 大家好 我是Benjamin 上幾集就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秋冬的報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接下來這幾集就開始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不同的款式 其實大家去買西裝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留意到 有些西裝的肩膀會凸出來 而有些西裝的肩膀就好像就麻一柱一樣 其實是不是代表西裝做得不漂亮 或者手工不精緻呢 其實未必的 因為其實西裝的肩膀 我們會有分三個不同的款式 分別就是特袖肩 自然肩 和襲衫肩 亦都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拿波利袖 我身上穿著這套西裝 其實就是自然肩 亦都是我們對Gardery的in-house style 我們通常會用一塊很薄的肩膀 甚或符不下肩膀去做這個肩膀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 咒衫不會高於身體的肩膀 所以理論上 其實自然肩會隨著身體的肩膀 很自然地呈現出來 亦都是因為這個元素 我們通常會在一些 segmitformal 或者business casual 的場合穿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啦